一人一击,一弹换一箭 是二战后期太平洋战场日本神风特空队作战要求 那帮被军国主义和50道洗脑的年轻人 合上一杯清酒 各自驾驶经过改装载满炸弹和燃油的飞机 作为人形精确制造炸弹,撞击美军舰船 这种一小博大的自爆攻击最初命中率超过20% 远高于当时传统轰炸 要是抛开炮灰消耗的话,性价比相当高 这种打法给很多美军士兵造成心理阴影 弄得不少人神经衰弱,整天抬头看天 生怕特攻飞机突然出现 如此丧心病狂的攻击方式,日军其实早就用过 但真正由组织成规模使用 则是由死硬军国主义分子海军中将大西龙智郎开启 大家好,我是飞熊专属人物与事件 喜欢的玩意吗,可以关注我 1891年,大西龙智郎生于日本兵库县农村 老爹是个小地主,家庭条件不错 能供儿子念书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 虽然沙俄铁空机一分战争赔款也不给 但日本书役仍然丰厚 工业经济迅速发展,正式挤身列强 无数小年轻励志参军为天皇秀忠 大西龙智郎便是其中一个 1909年,他考入江田岛海军士官学校第四十期 跟山口多文语言禅是同期学员 毕业成绩在150人中名列二十 在各类舰船短散服役后 大西龙智郎转入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航空部门 他是日本海军中比较早认识到飞机作战潜力的人之一 认为造军舰不如多造战机 一艘军舰的造架能造几百上千甲战机 这些战机运用得当能击沉多艘舰船 在横须赫海军航空队服役时 大西龙智郎鼓动轮机中尉 由飞机设计经验的中岛支酒瓶退役 到民间发展飞机制造业 竭尽全力为其筹集资金 在他协助下中岛支酒瓶创建中岛飞机场 后面成为二战日军战机和发动机主要供应商 差不多生产了4万架各式飞机 如今他的名字叫富士重工 一战后期大西龙智郎公派英法留学口察 了解了更多关于战机发展和实际运用的知识 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在航母舰载机连队 和军需省海航发展部任职 反对传统大舰巨炮主义 致力于海军航空兵发展 这期间大西龙智郎曾通过了 培养海军高级将领和参谋的海军大学比试 可得意忘形的他在第二轮口试前 酒后闹事殴打一计 结果老板向宪兵队报案 大西龙智郎从此失去海军大学入学资格 此事能看出战人不靠谱 日军全面清华期间 在海军航空部管训练的大西龙智郎 主张对我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 以摧毁华夏军民抵抗意志 不断要求去前线指挥 40年5月到8月 他跟山口多文各自率海军航空队 共同实施101号作战计划 无差别轰炸重庆 欠下累累血债 41年初大西龙智郎奉调回国 晋升少将 出任第11航空队参谋长 协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 策划制定偷袭珍珠港计划 他跟山本一样心理清楚 日本跟美国开战没有胜算 综合实力在那摆着 可大本营决定了 那就干 其实大本营那会儿也是进退两难 由于深陷中国战场 战略物资储备消耗巨大 加入竹心国又走走禁运 要是不找地方抢资源 战争机器马上要转不动 北边的苏联一来不好惹 二来太大 陆军兵力不够 一直富养的海军又没什么发挥空间 所以大本营选择南下 抢东南亚欧美殖民地 这样势必会跟美国开战 与其等老美打过来 不如先下树立墙 就这样 41年12月 日军点燃太平洋战火 偷袭珍珠港的同时 发动南方作战计划 入侵东南亚 大骑龙日郎担任参谋长的 第11航空队 在菲律宾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他的指挥和参谋能力应该一般 否则也不会42年3月 就被调回国内 在海军航空部搞后备队训练 后又兼任新成立的 军需部航空武器局局长 负责搜刮资源增加飞机产量 这方面他挺擅长 由此晋升中将 太平洋战争初期 日军是占了些便宜 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横扫东南亚 可等老美缓过劲来 情况就不同了 正如联合舰队司令 山本56偷袭珍珠港得属后所言 战争头6个月或一年大约顺利 但对于第二和第三年的战事 我就毫无信心了 战局跟他料想的差不多 42年6月中途岛1 联合舰队一败涂地 损失4艘主力航母 一艘重巡洋舰 近300架舰载机 和大量有经验的作战人员 开始失去太平洋战略主动权 之后长达半年多的 刮岛消耗战 日本海军又被持续放血 被迫转入首室 老山本也在刮岛战败后不久 去前线鼓舞士气的路上 被老美击毙 以掌握海空支配权的美军 开始以跳岛战术展开攻势 日本海军一天不如一天 这时候就有中下级军官 向军需省建议 改造一些飞机 用来自爆攻击美军舰船 大西龙之狼最初反对这种玩法 赤之为邪说 直到44年6月 史上最大规模航母对决 马里亚纳海战爆发 此战美军15艘航母 对战日军9艘 场面几乎一边倒 日军3艘航母被击沉 4艘数损 损失近400架战机 而美军舰船无疑沉没 可说完胜 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被打破 内阁总理东条英机下台 如果美军成功登陆菲律宾 日本将无法从东南亚获得资源 大西龙之狼急了眼 转而呼吁实施自爆特别攻击 10月初 他被任命为驻菲律宾第一航空舰队司令 这意味大北营同意玩特攻 随后的莱特湾海战 日军掏出家底 孤注一掷跟美国人玩命 双方出动舰船总登位超过200万 有超20万作战人员和近2000架军机参与 结果大家都知道日军再次惨败 联合舰队损失殆尽 不过大西龙之狼此战组织的神风特攻队 撞成美军两艘航母四艘驱逐舰 让已经癫狂的大北营看到些许希望 此后特攻成为日军常用战法 延伸出樱花特攻击 自爆快艇潜艇回天鱼雷和神风蛙人等花样 冲绳战役海战中 日本海军便发动了十次特攻作战 其实大部分日本兵并不像有些书里写的那样 叛不畏死争着抢着加入特攻队 据一些幸存者称 很多人都是被PUA了 被长官用诸如就你们这样的也算战士 日本正是因为你们才落到这个地步 之类的话术刺激施压 一冲动便领命加入 讽刺的是 那些鼓动年轻人特攻的高级将领 战后除了几个怕被审判 自我了断的 大都一直赖活着 大型龙之狼成规模组织特攻 本意是想以这种方式 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 显示誓死抵抗决心 希望通过媒体报道 能在美国国内引起厌战情绪 陷入决境的日本可能有一线生机 算盘打得挺响 可美军惊着呢 太平洋战区第一时间封锁有关日军特攻的消息 偶尔传回国的信息 反而加深了日军残暴野蛮形象 强化了对日作战因毫不留情的舆论 大西龙之狼班师砸脚 神风一词源自13世纪蒙古两次攻打日本 皆因遭遇海上风暴损失严重 而被迫撤军 迷信的日本人认为这是神风 然而在绝对实力面前 什么风都白扯 45年8月 遇人宣布投降后第二天 自知罪孽深重 难逃清算的大西切腹 为了向特攻战术造成丧命的约4000日本青年家属致歉 他没请协助切腹的借错人 足足过了15个小时才毙命 算是罪有赢得 14年2月 洛尔岛南九州博物馆 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 要求将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信件 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这种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做法做得更无谴责 许多幸存的特攻队员也反对 事情虽以闹剧 丑丑书场 却也唤醒人们对那段残酷历史的审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下期再见